早前出一段影片就說去東晉頭玩 今天就有後記有下文 今天給人寄一封信來 就說抄牌就說我要給買路錢 有沒有搞錯呀 我走什麼路呀 那封信說我走了A282 Darkford Crossing 那是什麼來的呢 上Google看看 已經是一條跨海大橋 哇 那我也有印象真是走過 這條路根本是M25環梅公路的必經之路 就是我說由兔子的屁股 走到兔子的腳跟那段路 如果你不知道什麼兔子的話 那你就看回我的下條片吧 根據信上的指示和我研究員的網頁 我就知道過路一次就要收兩磅半 那你可以預先做一個戶口 打了10磅或以上的錢 它就會自動購入你兩個半 兩個半的扣 又或者你在過路之後 當日的凌晨時份之前 交了錢的話 都是兩磅半 那如果你沒有預先給 而又過路之後又過了凌晨12點 它就會收你35磅的罰款 那總共是37磅半 這個是14天內付錢的價錢 如果14天後 就要連本帶你72.5 如果28天後才付 就連本帶你105磅 也挺和味 那我最終都只是付2磅半 撿回身彩 為什麼呢 因為我是初歌 原來如果你本人是第一次被罰 而這輛車也是第一次被罰 那它就網開一面 只收你兩個半 不過當然啦 這個網開一面 是要在14天之內做的 不過其實整件事 我覺得很無辜 我根本就不知道 走這條橋要付錢 Google 又不知道 我汽車導航又不知道 又沒有人說過 還有路上 是一個路牌都沒有的 我很肯定沒有 其實跟我一樣 覺得被人冤枉的人 都帶飽 那麼 網上有一位 叫做AJVW的網友 應該是YouTuber 他就鼓鬼氣 就走去拍條片 就全程拍住這條 A282過橋的 的畫面 就查清楚 就是沒有任何指示牌 說要收錢的 那他就放一條片上網 還說呼籲那些人 就拿他的片段 走去上訴 要上訴就不是那麼容易啦 我都是奉勸各位 小心舊 最後我想說 我對這條橋 是很有印象 很記得的 因為它真的很像 我們的青馬大橋 我一直走 一直都覺得自己 在香港的青馬大橋 正在走的 有明天 有的 是 感谢观看